你好 我想问一下清除移民的事 我是10月19号对交清除移民申请 我二十一岁申请绿卡 我当时分别交了I-130-535-I-485-1140 和子摩手印85 一共1760的费用三张支票 到现在为止已经一个多月了 银行还没有把这个钱给移民局 上星期我收到了移民局的回复信 说我的费用不够 I-765的申请费用不够 我们又重新递交了765的申请表格 和交了一张410元的申请费用 请问我们这样做对吗 还是要交一张1760的费用 我自己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有可能我们申请表格的费用涨价了 他刚好赶上那批涨价 那如果要补中间涨价过后的价钱 是补差价就好了 还是说重新再开张支票再重计一次呢 那这样会不会被收两次 如果收两次的话 有机会把这个多角的钱就退回来吗 像这样的专业问题 我们赶快请到我们专心 我们这个移民法的好齐联合律师事务所 好齐好律师 请他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解答 哈喽好律师早安 早安 麻烦你了 你好你好 那么费用的问题呢 实际上费用的问题呢 我们都是建议就是说在递交的时候呢 一定要查询移民局的网站 确认它的费用 那么通常呢 我建议呢是把它分开来付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表格的价钱呢 用一张支票 而不是把它汇到一张支票里头 这个呢是我们通常practice所建议的 因为呢如果说 比如说指纹的价钱没有涨25块 那么发力季有的时候会涨 会改变 那么你要是把它写在一起的话 就等于两个表格呢 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都不会被处理 因为价钱不对 那么它如果是一个表格不对的话 那么移民局通常呢 会通知你这个价钱不对 或者说insufficient fee 那么你就单独再补一张支票就好了 所以呢 所以呢通常来说呢 它不会说是 因为如果说你的费用 写在一张支票里头呢 如果费用有错的话 它不会把它就是说cash掉 然后告诉你是错误 通常它就连cash也不开始的 所以呢这个案子就不会处理 所以我建议呢 建议它是 就是说所有的表格的价钱呢 那个分开来写 嗯 ok 不同的 所以它既然是它的这个i 我看一下它这个是i765 是不是 所以它的765 我希望我没有记错表格啊 因为每个表格的这个号码都不太一样 那它说它这个只是不一样450块钱 如果是按照郝律师的建议 它这个就 既然它通知你就这张表格不够 你就补这张表格的钱就好了 在电话上呢像这种资讯呢 我没有办法跟它确认 因为呢你做85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765是不需要交费的 哦 所以ok 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没有看到真正的移民局的信件 以及不知道它的当时的申请 是基于什么情况来申请的 这种呢 我们在这种资讯 不可以给它确定的服务 就是说确定的答案 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移民局的信件 我也没有帮它做这个表格 所以我不知道它基于我们的基础 来递交的这个485或者是765 所以呢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费用的 有的时候是需要费用的 所以呢这个呢是 就是说我不可能在这里 给它一个确定的答案 所以每个人个案不一样吗 对总体的general practice呢 就是说在给移民局交费用的时候呢 最好把支票分开来写 嗯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好奇领和律师事务所的 好奇好律师